自拍一張上傳之前呢 先套上這個特效框 Hashtag 挺美的變成臉書的大頭貼 驚奇呢 在臺灣的文化圈串聯 掀起一波熱潮 殖民導演楊雅哲 設計師念永貞 作家 藝術家等 文化圈紛紛感性呼籲 念永貞臉書協下 我們所擁有的這些理所當然 未來必須繼續存在 好文化不能賤賣 好國家也是 大家就串聯起來 然後大家共同去思索 我們對於文化的某些看法跟意義 然後所以才會有挺好的 挺美的 我們必須要讓好事不中斷的 這樣的一個共同學女的發生 相信未來賴清德在文化領域上的支持 英文界人士貼出心有所愛的未來 文化宣言 Hashtag 挺好的 挺美的 好事不中斷 期盼臺灣文化持續往正確方向發展 我們很清楚 除非擁有一個絕對自由的 一個言論空間跟對於民主價值的維繫 否則任何的創作者 他內心都不可能擁有完全的一個 創作的一個自由的空間 臺灣自由民主風氣呈現在創作中 劉馬高十五號 紀錄綠島政治思想犯最勇敢女性故事 而紅盒子花十年紀錄拍攝 真實呈現布袋系文化興衰 我覺得既然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就不應該再走回頭路 長期以來都在做紀錄片 那我很明確可以感覺到 賴清德對這部分是很明確的表達 在理念上面是我非常非常認同的 文化界人士實際感受體會蔡政府帶來的改變 關鍵時刻表態不願當個寂寞旁觀者 三地新聞 張博偉 羅佩宇 台北採訪報導